接下来介绍2015年月曆的制作 我们先开启换一档 好,这边呢 已经有打好一月份的 接下来奥运会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月呢 也在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排序清单里面 所以呢 移到一月的位置 往右边拉一格 它会产生奥运 好,我们奥运产生了之后 我们把它点一下 奥运点减下 我们把它放到一样的位置 这个位置 按贴上 好,这位置是奥运 然后呢 下面呢是星期 那星期呢 我们这个也是前面所讲的 排序清单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复制的方式过来 或者我们再练习几次排序清单 或者我们再练习几次排序清单 我们点星期日 好,打完之后呢 往右边拉 完成了 這顏色我們等一下再來改 好,接著看我們做裏面日期 1月份的話呢,這個最一天是31日,在星期六 那二月一日呢,在星期日 所以在這邊我們輸入1 好,這顏色我們等一下在一起修改就好了 那下一個星期一的話是2 那我們是不是按照前面所講的 是不是這樣來產生 當然是可以的,沒問題 但是我現在教的是另外一種 好,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是星期日 這四天的關係為 是等差數列 所以相0呢,都是相差7 所以呢,我們以這邊 先以星期日來看 1號在星期日 那下一個星期日呢,應該加7就是8日 所以我們只要輸入兩個就好了 好,那1按8 我們先選取 然後往下拉 好,放掉 這樣呢,就已經完成了這個星期日了 好,我們接著往右邊拉 好,重來一次 選取4個 填滿空點 好,我們這樣呢,漸進完成了這個星期一 整個2月份的整個日期 接下來呢,我們來做一些它的設定 比如說2月已經跟前面一樣 標開題了 那這邊的話呢,這邊會有出題 把出題拿掉 那我把全部的設定都改好了 全部呢,出題都拿掉 然後,顏色呢 全部說都是自動 自動就是原本的顏色 接下來,我改 這邊的 好 那這邊顏色,看一下 星期日跟星期六紅色 那這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選取這幾籃 這幾個儲存格 然後呢 我要跨其他位置要選取的話呢 必須Ctrl鍵要住 好 Ctrl鍵要住之後呢 再來做拖曳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跨位置 來做選取 好 我們現在呢,來定顏色 定成紅色 好 這樣方式呢 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OFN的 這個月曆了